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引起抵触 而不是引发对方思考 引导下属主动承担责任 最终能够解决问题 可能你还不是很明白 我举几个例子 或许你就理解了 比如说 第一个 你会听到有人说 出了什么问题 哪里出现错误 这种提问啊 直接打击对方的一个自信心 事实上 与其探究哪里出了差错或者过失 不如问如何可以达成目标这一类积极的问题 例如 应该这样问 我们在哪方面做得不错 怎么做才能更加接近目标呢 你可能还会听到有人会这样问 谁该为子负责呢 这个提问的缺点啊 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寻找替罪羊上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 大部分情况下 一个问题的产生 其实很多人都要担着的 当管理者追究下属责任时候 通常是在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这不是一个成熟管理者的一个选择 更好的提问应该是这样问 我们该如何通过更好的协作来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呢 还有的管理者这样来问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你有没有按照我之前所指示的去做呢 这类提问啊 属于诱导性的提问 提问者并不想真正了解情况 听起来更像是管理者对下手的一个责怪 是把自己的工作方法强加给其他人 这样主观判断带来的结果就是 第一 你一宣给了对方的结果 这样会限制和误导对方的行动 第二 会引起对方厌烦的情绪 要激发团队成长 就应该允许他们自己提出想法 所以更好的提问应该是 诶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你对此有什么更好的不同想法吗 好 我再举一个案例 有的人会这样提问 我们不是已经试过了这个方法吗 为什么还要做 诶 曾经做过的方法就不该再考虑了吗 过去行不通 或许不是因为想法本身有错 而是执行不利或者时机不对嘛 所以更好的行为方式应该是 如果重新考虑这个方法 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呢 怎么做才能改变上次的结果呢 好 虽然到处存在不恰当的提问 但是不恰当的提问通常很少被发现 你很少听到有人说 你的提问质量不高嘛 为什么呢 因为当听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太习惯给予答案 所以我们几乎不会停下来思考提问的质量 我们很少质疑遇到的提问 那再遇到不恰当的提问 你该怎么办呢 当然你要质疑不恰当的提问 不过请你要用和善的方式提出 不能带着指责的态度 向别人了解情况 要解决问题 首先是从自己提出友善 又能引发对方思考的好问题开始 那什么是好提问呢 以及怎么样可以提出好的问题呢 先和你分享一下 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好提问吧 当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而我们无法求解释 我们就会主动提问 希望搞明白问题 正因为如此 作为美国教学设计专家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 Missouri Columbia大学 著名教授D.H. Jonathan 在其书籍 Learning to Solving Problems 这本书上说 提问是最为基本的认知元素 它用于引导人们的推理 可以说 提问是解决几乎 所有复杂问题的核心所在 你知道提问有哪些不同的形式吗 比如 在Jonathan看来比较有力的提问是 第一 关于定义的提问 比如这是什么客户 第二 叫关于比较的提问 A和B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种比较 三 解释性的提问 比如发生了什么 需要你解释一下 第四 因果关系中原因的澄清提问 比如 为什么产品系列不全 导致合作客户少呢 这就是问原因 第五 因果关系中关于结果的提问 比如 员工们积极性的提升 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这就是问结果 第六 关于程序性的提问 比如 你是如何完成新产品研发流程的呢 这就是关于一个程序的提问 第七 推理性的提问 比如 发生了什么会导致客户流失呢 好 最后一个叫预测性的提问 比如 如果两个部门合并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预测 所以 就具体的问题解决而言 上述的提问都是在问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 问题的结果是什么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解决方案和方案的评估是什么 这些提问啊 都是非常有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我也将在下节课开始 专门为你分享提问框架六步法模型 现在你感觉到了吗 很明显通过提问来发现问题 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最终解决问题 你呢 必须提出好的问题 尤其是在你面临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啊 好的提问 至少确保你不会草率的下结论 好的提问啊 能够帮助团队聚焦专注在一个问题上 去收集全面的信息 引发深入的思考 质疑和挑战理所当然的一些主观的假设 从而呢 可以更好的帮助团队理解问题的本质 给同事们打开解决问题字门的钥匙 那么你如何才能在工作中提出好问题呢 有很多专家给出了很多的一个建议 我总结了一下啊 把最有效的三个职场上提问的一个锦囊 分享给你吧 第一 请你要开拓思维 站在更高的维度上去提问 好的提问啊 能帮助启发对方的一个深维思考 从而发现更多新的可能性 你要从更高的维度看啊 问题其实是处于全局的哪一个部分 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广泛的影响 好 我举个例子 比如有一个咖啡店 生意一般 如何可以让生意更好呢 如果仅仅是产品思维的提问 他们会这样问 是不是要推出新产品呢 要不要提升品质 让口感更好 这样的一种思考一般都无效 因为啊 哪怕是最普通的对手 他们也能想得到啊 但是 如果有个品牌是这样问的 诶 客人 为什么要到店里喝咖啡呢 或许他们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书 或许呢 又是约了朋友来谈事情 所以呢 口感未必是重要的 这个品牌是谁呢 对 星巴克 还有一个品牌 是这样问 用户 为什么要喝咖啡呢 其实啊 不少用户啊 对咖啡 是不太懂的 他们只是上班时候 需要咖啡提神而已 对吧 上班很累嘛 咖啡提下神 那很多咖啡的品牌 生意是一般哦 所以这个品牌又开始提问 生意一般 是因为客流不够吗 如果咖啡 可以外卖送上门 会怎么样呢 听到这 你应该知道了 这一个一下崛起的品牌 叫做瑞兴 所以三个提问 代表了三种思维 带来了三种的 不同的结果 如果只有产品思维 你想到的只是口感 新品等等 产品思维啊 本质上就是手段思维 你考虑更多的是 具体的方法 是耗 这是一种低层次的提问 但是如果你站在 更高的用户思维纬度 而不是产品思维纬度 去提问 你会先问目的why 而非手段how 通常啊 特殊一文句 比如说为什么 怎么样 用户为什么要喝咖啡 要比一般一文句 比如说 是否用户 是不是希望咖啡口感 更好 更能够激发 反思 并且呢 使得接下来的对话呢 更加深刻 因为啊 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目的变了 手段就变了 目的不变 手段 也可以不同啊 那我送你第二个简单是 你要利用提问 出尽对方的一个深刻反思 有的时候啊 鉴别一个提问 是否是一个好的提问 就是要看对方 是否需要想一想以后 才能回答 一个有力的提问 往往会让对方 开始反思 而不是能够 马上的随口回答 而这种反思 往往是对自己心思的反思 会让对方走出舒适区 认知到自己的一个认知盲区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次去个标杆企业 做高管小组会 让与会高管 每人拿出一张白纸 左边写出他认为 目前企业最严重的问题 你猜他们多少时间写出来呢 主要会写什么呢 基本上这些高管 一分钟可以写出 两到三条问题 于是呢 我让每个高管 站起来轮流念一遍 结果啊 你一听 大多数都是别人 或者别的部门 没有做好的一些问题 比如销售部负责人 认为生产部 没有及时履约客户的订单需求 从而导致影响 自己销售部的一个业绩 和客户的一个投诉 等到高管们全部发言完毕了 我开始提问了 我首先用了一个反问式的提问 我是这样问的 请大家各自反思 问题的产生 和你没有一点关系吗 接着 我用了引导性的提问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你觉得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提问的目的啊 是为了帮助高管们 开始反思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像刚才那样 先抱怨他人 15分钟过去 奇迹出现了 通过有力的提问 每个高管开始认识到 不少问题的主要责任 其实是在于自己 而不是他人 比如刚才生产部 无法履约订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是因为销售部提交给生产部的 一个订单需求时间过完了 导致生产部啊 没有办法按时交货啊 那我送你第三个锦囊是 你要在之前你的或者别人的提问基础上 或在前一个答案的基础上 不断的追问 这个往往是提问最佳 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高明的提问啊 需要你围绕对方说的一个 听起来不太清晰的问题啊 不断的去追问到每一个小点上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 迅速的洞察问题的本质 你呢 就像富尔摩斯像一个侦探那样 要把对方的观点啊 还原为一个一个事实 这里呢 我分享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问技巧 英文叫what exactly 中文就是主要是指什么 具体问题是什么呢 追问的好处啊 就是让你可以了解 整个一个详细的一个故事背景 而且可以帮助你知道 那些一开始对方 或许并不太愿意告诉你的一些信息 好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有一次啊 一个外企的销售总监小鱼 他说他的一个核心困惑是 销售团队缺乏工作斗子 那我就开始了以下的提问 你可以听一下 我先问 诶 请问小鱼哦 你现在是主要哪一个级别的人缺乏斗子呢 小鱼回答我说 主要是那些一线的业务经理 我接着追问 那么具体有多少比例的一线业务经理缺乏斗子呢 小鱼告诉我 主要是那些负责边缘地区 尤其需要高频率出差的一些地区经理们 大概有35%的比例吧 我最后再追问 你认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缺乏斗子呢 小鱼说 这些人啊 来公司很多年了 都结婚娶妻生子了 也买房了 收入也较高 他们啊 不再像以前单身的时候那样有斗子了 你看 这样不断深挖的一种提问方法 就可以让你像侦探那样 把注意力逐渐聚焦在真正有用的一些事实信息上 如果不是这样提问 而马上给小鱼 给他一些很多关于如何提升团队斗子的建议 就好比是盲人摸象 就不会有针对性 下面 我们来小结一下今天你学到的一个内容 提问是解决几乎所有复杂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 所以你必须熟练掌握提问技巧 作为管理者 你平日听到很多不恰当的提问 如果问错了问题 你呢 就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不恰当提问的形成 是因为很少人会去质疑提问的质量 不好的提问呢 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 并打击对方 引发对方的一个防御心和抵触 而好的提问却能够引发下属的一个思考 帮助下属们建立信心去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在工作中提出好问题呢 最有效实用的三个锦囊我今天送给你的是 第一 你要开拓思维 请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提问 第二 你要利用提问 促进对方的一个深刻反思 第三 你要在之前提问 或者前一个回答的基础上 不断的追问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 发现问题 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呢 我将在下节课为你解答 好了 今天的思考是 很多亲密亲微的管理者 一般提问能力都比较弱 因而团队的创新意识 往往是不足的 企业实际执行的效果 最终都不会太好 请问是为什么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 和我互动分享